一名患有忧郁症的35岁华裔妈妈陈女士 先将5岁的女儿从2楼的住家抱到6楼 然后将女儿从6楼丢下 接着,她拿着一个红灯纸 走到另一栋主屋的10楼 在椅子上跳下 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地方成为自杀圣地 感到困阔不解 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存在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 却有大量的人选择在这些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 有一种说法认为 这些地方可能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慈喘 让情绪较低的人无法自控地前去情深 世界上最有名的自杀圣地 莫过于日本的青木园森林 曾经有超过500人 选择在这片森林里结束自己的一生 因此,日本政府每年秋季都会派人进森林里收拾 来了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并不是在国外的自杀身体 而是位于马来西亚学安乐州 杀的那座人民主屋 这栋武林近20多年的大楼 却发生过多起跳楼案件 多年来 这里几乎被赋予了灵异的标签 成了当地人眼中的猛鬼楼 大家好,我是阿顺 今天,又来和大家分享 这个在马来西亚流传多年的都市传说 沙登和平村主屋 90年代 当时,学安乐这个新兴都市人口迅速增长 突破了500万大关 成为了当时马来西亚人口最密集的周数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 随着而来的,便是居住问题 当时,学安乐州境内有大量居民居住在非法目额 而每年,要大量人群从外走迁入学安乐 加剧了居住需求的紧迫性 为了解决广大居民的居住问题 也为了让中下阶级及贫困人士仍有住所 马来西亚政府于1998年推行了零物物计划 看下学安乐境内的各个城镇 兴建搞了租屋,然后租屋采除非法目额 将居民遷移到人民租屋 而撒登和平成租屋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了 居民从非法目额去 搬前市政府提供的人民租屋后 就过着相对宁静和舒适的生活 反而,让居民们曾经在构建未来的幸福时光时 命运,却对他们开了个玩笑 某天早上,若然一声巨响从底楼传来 而居民以为又有人从高楼抛下垃圾 甚至,下一秒就传来有人跳楼 这是和平村人民族的第一种跳楼清神事件 从来以后,和平村族不再和平 而是渐渐变成了魔鬼族屋 不是从何时开始 和平村的人民族屋变成了自杀圣地 令人错误惊心的是 越来越多人选择从高楼跳下 不仅仅是当地居民 还有特地前来自己跳楼的非当地人 2019年11月18日 一名失业的50岁临时演员邱先生 因无法承受失业压抑而患上犹豫症 骑着前往和平村族的11楼跳楼清神 在清神前,他一个接一个的打电话给家人和朋友告别 2010年,一名外劳也选择在这里跳楼 当时,有人怀疑他是因为被死人事情困扰而想不开跳楼 但住在这里的居民却呈他身上有刀伤痕疾 也是被人杀害后人下楼 这么多年来,最为之轰动的事件 则是发生在2011年2月8日 根据报导,一名患有忧郁症的35岁华裔妈妈陈女士 先将5岁的女儿从2楼的住家抱到6楼 然后将女儿从6楼丢下 接着,他拿着一个红凳子 走到另一栋主屋的10楼 在椅子上跳下 两具遗体的距离近了50米 这一事件发生在荣地心灵过后不久 而陈女士才刚刚与丈夫和女儿 一起吃完自出产回家 然后,和丈夫硬要修车额外出 大概出门10分钟后 就收到妻子和女儿住楼的消息 因为张先生的说法 用了陈女士在亲身前衣服药 但她为了带着女儿亲身 这情仍然是一个谜 陈女士生前一直有亲身的念头 但她丈夫一直以为她有制药 并没有太在意 当天,第二次外出时 女儿原本要跟随 但此女士不让她出门 有据名称 女儿在被母亲扔下楼前 曾苦苦哀求 但无奈 最终还是被推下楼 小女孩坠落后 并没有立刻死去 手脚还少有动静 但是,不久后还是离世了 面对接连不断发生的悲剧 主屋管理层采取了一些措施 如在主屋路口安装电动门 以阻止外轮自由进出 以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 然而,即使整改 悲剧依然不断发生 2012年12月28日 命22岁的男子 在始终数日后 在和平村主屋被发现死亡 据推测 那是从10楼楼梯口跳下的 其撞击力非常大 这导致 该沟渠上的石灰盖 也被砸破了 2015年10月14日 一名36岁的华裔妇女 在作业职期间 曾试图在家中上吊自杀未遂 然后前往和各个住的和平村主屋 从高楼跳下 在告别世界之前 她只留下了一则信息给丈夫 对不起 再见 德艾伦 2016年5月10日 一名21岁的华裔妇女子 也因工作压力的关系 被前往和平村主屋10楼 三六自杀 也就是隔腕浮渡 然后跳下 2017年11月4日 一名36岁的大叶华裔妇女子 从住家前去和平村主屋11楼 和平村主屋也成了灵异事件的文床 传出了多起灵异传闻 许多人都说白天还好 但一到晚上 整个地方就变得阴神恐怖 军人们通常入院后 都减少外出 以免时韵低 遇上不干净的东西 有穿艳声 这里的狗晚上都会发出哀嚎声 让人不出门都觉得毛毛的 而灵异事件更是沉处不求 有人在半夜听到女性的泼气声 还有人听到像个铁链拖动的声音 而这里的电梯也是非常恐怖 据说每到某一楼层 电梯就会自动开门 不管有没有人 按那个楼层的按钮 也有人曾经乘搭电梯时 明明电梯内只有三个女生 但却在电梯内传出男性的笑声 因为毛骨悚然 而走入的游乐场 那居民们晚上不敢靠近的地方 更不让自己的小孩来这里玩耍 因为时常在半夜 听到游乐场传来哀嚎声 或孩子喜闹声 让他感到不寒而栗 有风水师傅解释 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一样出事的地方 都可以被称为兄弟 这些地方都犯了型和气的问题 才会引发凶杀 而和平村逐的地形成三角形 因此犯了连针火山 重风水格局 因为三角形的尖角突出 具有强烈的气场 会导致意外事件发生 此外 从玄学的角度来看 当一个人情绪低落 会有轻声的念头时 会散发出一种磁力 吸引灵体的注意 特别是那些寻找替身的轻声怨魂 会煽动这些情绪低落的人 触发他们的轻声念头 2017年11月17日 沙登商会做出了重要决定 他们出自在组屋楼梯间安装了田花 结果能够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我们想要改变过去不幸的历史 因为这栋在夜晚看起来格外可怕的主物 带来全新的面貌 人的一生中 常常会面对各种崎岖和困难 是难以克服的 但在最困难的时刻 请记得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等你回来 如果你身边有亲人或朋友 有亲身的念头 千万不要普世他们 尝试聆听他们的心声 了解他们的需求 而不是等到出事了 才后悔当初没有开解他们 在马来西亚 似乎情深是刑事罪 会被以刑事罚点309条纹下被提供 最诚者 最高刑罚是监禁一年或罚款 甚至两者见识 生命没有tattoo 不要轻易放弃自己 再次感谢观看本期的图示传说 我期待与你们分享更多人 很少我们的故事 下次再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